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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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就住进了妈妈小时候住的房间 等他们收拾好行李 外婆已经准备好了精致的餐点 和每一杯清茶都唧唧淡压地点缀着一片翠绿的叶子 和外婆气势中所体现的温度仙境 与着清幼山间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小五很喜欢这一片静好与安定 第二天清晨 妈妈就回去了 小五正式开始和外婆的闪念生活 早晨在清凉的山峰和月的鸟生中苏醒 吃着外婆自己种植的蔬菜水果 温厚灌在圆子里的小白鸡 踏着泥土 攀山的 走在沙发斑驳阳光的路上 小五沿着小道遇到了另外一座小房子 房外的圆子里所的一群凶巴巴的小狗 而屋内则住着一位中年男人 小五对这个男人没有一点好印象 因为 刚来这里的时候 他就意外发现男人叫他们下车后 不怀好意地窥视车内 之后 等到把自己所见的成绩告诉外婆后 外婆也只是轻楼的负贬小五的愤怒 让她不要这么生气 可小五依旧耿耿于怀 所以 每次走到这房子 就跳楼回去 山中平安岁月 并没有因为小小的不愉快而就变质 在一个阳光和暖的上午 外婆带着小五常常采栽 野生草莓做果酱 这大片的草莓是外公去世后 才生长出来的 外公去世那一天 外婆悲伤地坐在这片荒野上 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这片土地竟然奇迹般地 长出了草莓 小友轻轻地说 或许这就是外公送那天的礼物 外婆温柔地摸了摸了小五的头 表示回应 而这或许不是一个奇迹 而是外婆生儿所带来的魔力 外婆相信是因为这些祖辈的噱头 而带给她的福音 她的祖母就是一个有预期未来能力的女巫 曾经以她特有的魔力 跨越空间指示着落入一望无际的水里的祖父 向右游 恶乃一声声 向右 真的让祖父顺利地游到了岸边 外婆相信 这种力量是带来相转的 是一个家族血脉的象征 只要沉醉其中 不由自主地问 难道我也是女巫吗 此刻她仿佛听到林子深处 喘出飘渺的声音 指示着她 想西 西边或许就是她靠岸的地方 外婆的念头随即说 但你必须经过简单的训练才可以 小偶坚持着点点头 准备迎接 痛苦 很有伟大的挑战 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挑战 只是让她早睡早起 积极锻炼 认真学习 可就是这些琐碎西小偶的挑战 就是她很难做到的 当为了成为女巫 小偶战胜了不规定的作息 和日常的难散 她把曾经飞到一阳店才睡的习惯 调整到了11点 早起的时间是7点 上午 是小偶太危机 下午 却读出写字的时光 贡献的时候 和外婆做各种小点心 这样的生活 既充实 又满足 她觉得自己 越来越靠近女巫了 可是 还有一个更大的难敌 在等着她 这个难敌 关于死亡 一次小偶照上去 喂养可爱的小白鸡 却没有想到 看到了一地被野兽 撕水的白鸡尸体 雪淋淋的长径 吓得小偶大叫 这是她第一次直面死亡 外婆慌张地跑过来 抱住了小偶 还叫小偶依序惊魂未定的 外婆柔声地安慰她 不要害怕 不要懒过 可小白鸡的死亡 还是让小偶不可抑制的 联想到了人类的死亡 她还内地问外婆 能死后 真的什么都不会留下吗 外婆只是平静地告诉她 死亡 这是灵魂离开的楼梯 而自由的灵魂 能有很长的旅程要走 那要具体做什么呢 下午问 外婆笑着回答说 楼梯是灵魂感知世界的载体 如果不感知事物 灵魂就不会成长 就像植物生像太阳 灵魂也会渴望成长 冬日里温暖的阳光 夏日里凉爽的清风 难道就不能使人感到快乐吗 外婆说 她一定会亲自告诉她的 小偶似懂非懂 平和的睡了过去 隔天外婆让小偶送信给 住在领域所房子的蓝人 小偶送了信出来转身的时候 看到狗笼子的铁丝网上 斩满了鸡毛 本来不喜欢蓝人的小偶 当即重回家中 向外婆控诉 蓝人的狗杀死了小白鸡 外婆不赞同小偶随意的财疑 她耐心的告诉小偶 一个女巫会有自己的直觉 但不容随意的受她控制 而小偶坚信她的直觉就是真相 她们没有办法达成一致 而这个分歧 就一直横隔在 外婆和小偶的心中 而到晚上 外婆亲家的段来小点心 和小偶一起分享 此刻的温暖 慢慢的淡化了 白天的分歧 可第二天 父亲却来了 同时 也带来了他们即将 一起搬离到 离外婆更远的地方的消息 并且 召唤一所新学校 小偶犹豫不决 始终下不了决心 她跑去询问外婆的意见 同时聊起自己很讨厌学校中 搬起裙地 分忙做派的作风 她不喜欢对着自己 不想要去的圈子 假嘻嘻的呵呵笑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 自己 就会被视为异类 外婆无法为小偶的人生做决定 只是告诉她 根据自己的想法 去选择 只想没有人会质疑 为什么先登仗 不选择在水中生活 自己的人生 对着自己知道 怎样走 才最有利于自己 于是小偶第二天 就明朗地告诉自己的父亲 自己愿意听从安排 可是在会期前夕 却发生了一件 出乎异调的事情 那就是小偶亲眼看到她 憎恶的蓝人 能摧毁她牵手搭建的庇护所 那里也种了自己 最喜欢的花 无望我 而这象征了一切 美好事物的心灵原地 就这样被破坏了 小偶连招呼也没打 就满点运气地 转身跑回家 当着外婆的面 恶无诅咒 蓝人尽快死亡 看待小偶的蛮横和无力 外婆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打了小偶一巴掌 小偶奔蓝人跑进雨中 他们爆发了唯一一次 最激烈的争吵 这次争吵成为小偶 无法迷合的赏童 一直临走前 小偶没有向她最爱的外婆 说出那句 外婆 我爱你 她只是窒息冷漠地走上车 没有告别 也没有拥抱 但是 还是忍不住透过后车窗的雨雾中 摇摇望着 站在小路尽头的外婆 各种再次回到外婆的小屋时 外婆 已经永远逝去 小路的尽头 没有引接她们的声音 也没有记忆中的坐标 那个她曾经证悟的男人 曾不辞洗脑地 聊天着外婆屋内的所成事物 而屋脚被外婆留下 妥贴养护的那株无望卧 睁开出一朵座 但紫色的小花 她蹲下身时 却看到外婆留在玻璃墙上的文字 上面写着 来自西方的魔女 去到了东方的魔女 外婆的灵魂 成功地奋离了 小路终于悲伤的嚎啕大哭 她的外婆有死亡 给她伤了女巫修炼的 最后一堂课 聘明 我忘我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灵魂依旧带的思想在远行 营变围绕了四个要素 简行解析 教育 自然 女巫 还有死亡 而重点就是在女巫 而延伸出来的死亡 我们预知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而这件事是什么 是个秘密 但这个秘密或许人尽切吃 那就是死亡 我们活着总是憧憬未来的美好愿景 对未来的担忧和害怕 最往的圣恶为人 活在当下 作为重要 冲骨至今 死亡就不是一件能摆脱一切的事情 也不是所有烦恼全部解脱的可惜事情 一个人人生的选择在于自己 没有人会去质问你的选择 到底会是什么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